大家平安 尽心眼光 尽度 尽道 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节 邀请大家可以坐下好好阅读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现象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 让我们可以安静思想 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真理 启示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的心更渴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照你的旨意来行 向你现象祈求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 十九章一到六节的经文 第一节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雷路亚 救恩 荣耀 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银行败坏世界的大银妇 并且向银妇讨留仆人写的罪 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雷路亚 收银妇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 说阿们 哈雷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哈雷路亚 因为我们主 我们的神 宣众者做王乐 其实在今天经段当中 特别提到两个宴宴席 然后第一个十九章当中 是提到两个宴席 今天我们听前面这个是高原宴席 然后明天再有第二个部分 是天空飞鸟的大宴席 那在一到六节 特别我们听到哈雷路亚 我们会说赞美神 对不对 在颂赞什么 颂赞真实公寓的上帝 然后七到九节是提到 被请去参加羔羊宴席的是有福了 第十节提到预言的灵是耶稣的见证 那我们今天就聚焦在前面 关于赞美神的部分哈 那群众我们听群众会想到什么 一群人 但是原文其实只是很大群的人们 那可能就包括了 所有的 新旧约蒙恩的信徒跟圣徒 要参考前面十八章二十节的地方 所以连依死的人跟活着的人都一起被提 要来赞美神 哈雷路亚 我们不一定会常常用这样子的语句来赞美神 但是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哈雷路亚就是赞美主神嘛 那为什么会赞美 我们赞美原因是什么 好之前我听到我们有同工 我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 我说要赞美神 总要有内容 为什么这样说 请问你有遇到你的朋友说 我要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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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不对 赞美要有内容 要知道我们赞美的对象 他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神的时候他什么样的属性或他的作为之类的 那在这边我们特别提到看到经文讲到的是 神的审判是公义是真实的 因为神他能够看透人心肺腑 他也知道我们的行为心思意念 神是公义圣洁的 所以他有公正的判断 而且神有完全的智慧 神知道就是这一切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 更多通过读圣经了解神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赞美才会真的有内容 不会说举授神啊 我赞美你 我敬拜你 结果没有讲出那内容 再来是当我们提到烟 当巴比伦烧毁的时候 那个烟往上冒 就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因为整个灭亡的时候 那个破坏是永远的 是致命的 不能再回复了 但是那二十四位长老跟四魂物 其实就是天使跟受造物的代表 跟在那些天上群众是稍微不一样 但是都如何伏伏敬拜神啊 所以不管怎样 神的众仆人 众仙之寻道者所有的信徒敬畏神的人 好 这些人来敬拜神 有用一些标准来分别吗 没有 跟那些财富知识地位 甚至信主多久信仰成熟都没有关系 好 我们知道神呼召人是呼召所有的人 活人死人一起来敬拜他 而且听见各样的声音 哇很美好哦 群众的声音 中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什么 哇就听见那赞美的声音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对神发出赞美吗 我们向神敬拜吗 还是我们来到神面前 祝啊 求你帮助我 永远在祈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一起来赞美你 主你是真实公义的神 主愿圣祢继续引导我们 指教我们 让我们懂得如何向你发出赞美 如何向你敬拜 而不是在我们信仰历程当中 永远在恳求祈求 甚至主你赏赞典的时候 也忘了感谢 主挑选我们的生命眼光 让我们真实来敬拜 赞美你 向你心脏祈求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